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他的心里有烂土 他的世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赖建国 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老师 今天很荣幸可以跟大家再来看诗篇 今天我要跟大家谈到诗篇里面 最引发人争议的一篇诗篇 也是我们在人生里面常常遇到的困难 就是诗篇第73篇 还有这篇所代表的智慧诗 诗篇73篇是亚撒所作的诗 但是也是谈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面对到社会中间有许多的不公平的事情 甚至有一些人好像作恶多端 却能够得享平安 他心怀不平的一个情况 这个亚撒生意到他人生里面 信仰的一个很大的危机 他的一个信仰的历程 一个痛苦的历程 也成为历史历代 许多人共同的一个经历 我们看这篇诗篇 诗篇第73篇 这是亚撒的诗 亚撒的诗在诗篇里面 另外还有好多篇 好像诗篇第50篇 还有诗篇第73篇到83篇 都是亚撒所写的诗篇 在历代诗下里面 29章30节讲到 西西家王跟众首领 用吩咐立位人 用大卫和先进亚撒的诗词 来颂赞耶和华 他们就欢欢喜喜的 来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 可见那个时候 亚撒的诗词 已经成为众人 用来敬拜上帝的 一个最好的材料 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诗篇73篇 也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 被收集起来的 亚撒是立位人 但他在圣殿里面 填词唱歌 宋诞神 也有先知先见的功能 我们在这边先稍微讲到一点 立位人的侍奉 立位人呢 在摩西的时候 被拣选出来 代替以色列百姓的长子 来侍奉耶和华 他们在会幕里面 还有后来在圣殿当中 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看管保守 会幕里面的这些器材 还有就是守门 免得有些人不小心 误闯到圣所里面 被上帝击杀 他们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 立位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责 就是把这些 会幕里面的物件 好像约柜 好像金灯台等等 就把它包裹起来 躺在肩膀上面 躺台到新的地方来安营 但是等到以色列人 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 建造了圣殿 这个时候 就不需要立位人 再一次用他们的肩膀 来扛台这些器具了 因为已经固定在一个地方 所以在大位的时候 就给立位人 还有祭司 就有了新的侍奉的规定 立位人 特别是分成好几个班 每一个支派里面 每一个班里面 就有一些领袖 他们就带领家族的人 就学习用诗歌 来送赞上帝 这是我们今天 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 在圣经里面 亚萨 可拉的后裔等等 还有以色列人 以探等等 他们就成为 这些唱诗班的领袖 他们就带领家人 用乐器 用诗歌 来送赞上帝 那这些变成 他们世世代代 不断地工作 来侍奉神 亚萨呢 就是会带领众人 在上帝的面前 敲拔 骨色 还有吹号等等 就来侍奉上帝 跟他一起的 还有另外的人 像西曼是歌侠的子孙 亚萨自己呢 是格顺的子孙 以探呢 是米拉利的子孙 这就是立位 他三个儿子的后代 都在圣经里面 一起来侍奉神 但这些在圣经里面 侍奉神的人 他们从小就受到 严格的训练 也明白圣经的教训 要按照摩西的律法 来侍奉上帝 也知道上帝在过去 曾经带领过 以色列人 出埃及过红海 给他们实行拯救 给他们经历神迹 可是在这样子的中间呢 他们的信仰有的时候 难免还是会遇到 讨厌 就是当他们发现到 历世历代以来 所教导给他们的 这些信仰的规条 过去祖先的经历 见证 今天好像在他们的世代里面 实际的经验当中 遇见挑战 好像不全是那么一回事 好像说敬畏上帝的人 不一定得着上帝的 赐福跟平安 反倒是那些恶人 他们的恶言恶语 他们的恶行恶状 反倒是能够享受到 上帝赐给他们的平安 这让一个 侍奉上帝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心里面感受到 很大的困惑 这就是诗篇第73篇里面 所要带出来的主题 这篇诗篇第一节讲到 神实在恩待 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这里讲到清新 不是外表的一个 挂名的基督徒 而是内心里面清洁的人 没有任何的杂念 没有任何的邪念 所以不只是心中清洁 更是对上帝 完全的尾声的人 好像婴儿 在母亲的怀抱里面 毫无保留的 把自己就完全 给他的母亲 一个信靠主的人 也是把自己 完完全全就 献给上帝 可是这篇讲到说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 那些清新的人 这篇讲到实在 是思想了许久之后 经历过许多的 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发现多 他最后的结论 也是他的主题 就是在这边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等到我们走过 诗篇73篇全篇 我们再回过头来 再看他的第一节 可以再次肯定 这样的一个主题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 那些清新的人 即使他曾经好像软弱过 曾经似乎要跌倒过 曾经发生过疑惑 可是在上帝的里面 最后他得到结论 还是这个主题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 那些清新的人 这是他经过的 许多的经验之后 最后的结论 上帝对他立约的子民 那么好 以色列人心中正直 没有诡葬 有疑惑 就到上帝面前来 寻求他的解决 今天我们这些人 可以这样说 不论我遭遇到 什么样子的困难 不论我心中 有多少的怀疑 最后我还是想到 上帝 他是以恩慈 善意来对待 属于他的子民 我们真心地信靠他 上帝也不以我们为恶 反倒是相信他是善的 即使我们在有的时候 似乎是不明了 但是上帝的旨意 终究还是会写明出来 但是第二节 第二节开始 就带出问题来了 上帝实在恩待以色列 那些清新的人 可是我呢 是不明说至于我 我的脚险些滑跌 我几乎要跌倒了 虽然说没有真正的跌倒 但是呢 内心里面似乎已经跌倒 跟上帝比较起来 上帝是那位唯一良善的神 跟那些清新的人比起来 而我呢 我就是上帝所要恩待的 那种清新的人吗 我能够分享上帝的恩惠吗 是的 我分享了 可是我所行的 却与他们好像很不一样 我所走过的是另外一条 不同的路 你看这边第三节 就是讲到他内心里面的疑惑 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 想平安 就心怀不平 这里心怀不平呢 是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的 还算比较客气 这原来的文字 就是嫉妒 我对他们感到很嫉妒 嫉妒他们什么呢 嫉妒那些恶人 那些狂傲人 竟然想平安 平安 原来是上帝赐给那些 真心依靠他的人 可是现在那些 真心依靠上帝的人 似乎没有得到平安 反倒是那些恶人 他们可以得到平安 平安原本是 上帝祝福的词语 可是现在呢 却是给那些 不信靠上帝 不认识上帝 甚至抵挡上帝的人 而且这些恶人 让这些信靠上帝的人 心里面感觉到 非常的痛苦 你看这些恶人 他们的情况是什么 他们死的时候 也没有痛苦 他们的戾气也壮实 他们不向别人受苦 也不向别人遭灾 我们说一个人 能够得享平安 好像说他就是死的话呢 也不需要经过死亡 不需要经过痛苦而死 那就是上帝祀的一个平安 好像我们中国人讲到说 这个人他可以受众正寝 而不是死于非命 你看这些恶人 他们也没有遭天打雷劈 没有死于非命啊 他们得到的好像是 上帝给他们完美的祝福 似乎是从上帝那边来的 那原本应该是给那些 信靠上帝的人才可以得着的 现在怎么反而给那些恶人呢 第四节到第十二节 就在那边描述这些恶人的 恶行恶状 更是讲到他们的恶言恶语 他们的恶行恶状 在他们的一些外表衣着上面 也让人感觉到心怀不平 感觉到很愤怒 甚至感觉到嫉妒 如果像他一样怎么样呢 我也可以享受他的平安 也可以说中正寝 也可以过得很舒服 很快乐 你看像第六节到第八节 第九节里面讲到 他们的恶行恶状 他们的骄傲 如同链子 带在他们的景象上面 你看到他们的景象上面 带了一条好几公斤重的链子 金链子 我们没有 强暴向衣裳 遮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衣服上面就写着强暴 他们对别人欺压 可是他们的衣服 让人感到羡慕 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 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 他们胖在一个地步 连眼珠子都要突出来了 而且他们想到 他们所得到的呢 是过于他们所求所想的 你看这句话 原本是我们讲到 一个基督徒信靠上帝的人 所真正的想到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是眼睛未曾见过 是心里未曾想过的 可是现在是给这些恶人 在那边享受 那我们这些人呢 我们这些人不但是没有得着 反而还听到这些恶人 在那边讥笑人 他们的恶言恶语 让我们更加感觉到 心里面好像受伤在流血 这边第八节第九节讲到说 他们讥笑人 就是讥笑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 他们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至高 他们的口泄逐上天 他们的舌毁谤全地 他们什么都不怕 眼中无神 眼中也无人 他们甚至对这些信靠上帝的人 还发出他们的绩效 跟挑战 第十节第十一节 这两节呢 到底是这些恶人说的 还是这个作者自己说的 这很难确定 这边说 所以神的灵归到这里 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诗篇二十三篇不是讲到说 他给我们福杯满意吗 怎么这个地方去讲到说 上帝给他的 是满了苦水的杯呢 第十一节他们说 神只能晓得 至高者岂有知识呢 他们觉得上帝都不知道的 他都没有看到世界上面 人的这些不公平的事情 第十二节 看啊 这就是恶人 他们既是常享安逸 财宝变家增 你看 当恶人有什么不好 当恶人可以享平安 当恶人可以寿终正寝 当恶人可以身宽抵胖 当恶人可以拿强暴 做他们的衣服 当恶人甚至可以 用讥笑的话 来嘲笑那些信靠上帝的人 他们得不到上帝的平安 反正这些恶人 才可以得着 那你看这个人 他在自己内心里面 怎么样来想呢 所以第十二节 是在这篇 诗篇里面 第十三节这篇讲到 这篇诗篇里面 第二个 我实在 就第二个实在 我实在突然 洁净了我的手 突然洗手 表明无辜 这个实在 是他在看到这些 不公平的事情 看到这些恶人 他们的恶行恶状 听到他们的恶言恶语 心里面发出来的 痛苦的一个确定 我实在突然 洗手 表明无辜 我现在信靠的是什么呢 十四节 他说到 我终日 遭灾难 每一早晨 受惩治 每一天 不管是上午 还是下午 还是晚上 我都觉得好像是受到上帝的惩罚一样 别人的 平安 别人的享福 好像变成我的惩罚 甚至每一天早上起来 就想到说 我这一天 不是一个新的恩典祝福的开始 反倒是一个新的 一个痛苦的开始 原本像 在耶利米哀歌里面讲到说 每一早晨 这都是新的 每一早晨 上帝都赐给我们新的恩典 现在呢 每一早晨 他一早上醒来 就想到我这一天 又要遭遇到多少恶人的恶言恶语 看到多少恶人的恶行恶状 那我现在还要洗手 来清洁我的心 表明我的无辜吗 可是这样子的想法 在内心里面 就有另外一个话语 另外一个声音 来对他说话 这边第十五节 就讲到说 我若说 我要这样子来 讲 这就是以奸诈 待你的重子 十三节那边 他讲到我实在 已经是好像 把他过去的那些信念 都完全地放弃 把上帝也放弃了 可是现在去想想说 我怎么可以放弃呢 我在好多人的中间 唯有责任 他可能是 像亚撒 亚撒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是一个立位人 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立位人 他是立位人的首领 他在立位人当中 来做诗歌 送赞上帝的 是在立位人当中 带领他们来敬拜上帝的 他在立位人当中 教导他们来学习圣经 他是一个圣经的老师 所以他就讲到说 如果我真的这样讲 我实在洗手表明无辜 那是突然的 那就是用奸诈 来带这些受他教诲的人 他是一个老师 他像是一个牧师 他如果在信仰上面放弃了 他跌倒了 不止他自己失去了这个信仰 而且半叠许许多的人 让他们也不能够 真正的来信靠这个上帝 所以他心中有很多的困扰 第16节讲到 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 眼看实习为难 眼睛看到这个世界 他觉得一点解救的方法都没有 但第17节 是这个整篇诗篇的一个转利点 在天主教的思高圣经里面 讲到说 只等我接近天主的奥秘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是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当我进到圣所里面 我进到上帝的面前 我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世人 我用上帝的眼光来思想 这些人他们终究的结局 他们的结局 不是第三节里面讲到那个平安 而是一个更深更基本的 就是上帝的做法跟他最后的审判 第18节讲到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里 这是我们在这篇诗篇里面 第三次讲到实在 第一节是讲到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 第13节是讲到 我实在突然吸走表明无辜 但第18节里面的 神实在把这些恶人 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成人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 就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突然之间就被惊恐给灭尽 他求上帝 上帝啊 你睡醒了 上帝要起来行动 这次讲到 上帝现在暂时不动 也是时候还没有到 可是他要动的时候 就要显明 好像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那边 他们原本是移民 原本是难民 却被埃及人给苦待了 把他们变作奴隶 不但是压榨他们的牢力 更是要残害他们的种族性命 他们向上帝呼求 上帝什么时候才行动呢 整圣经里面记载说 上帝听见 上帝看见 上帝也知道 他就要醒来 他就要行动 实行拯救 人的困难就是 当上帝还没有正式行动以前 当我们还没有正式得到 上帝的祝福之前 应当如何才好 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 讲到我们在上帝的里面 得到真正的平安 这个平安 是世人所不能够得到的平安 世人得到的平安 仍然会害怕 当上帝醒来 要把他们完全的灭绝 但是上帝赐给人的平安 却可以使他得着 永远不会动摇的 真正的平安 所以在这边的 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就讲到 我心里面发酸 肺腑被刺 我这样的蒙昧无知 在你面前如同畜类一般 我现在心里面感觉到很酸楚 我怎么会有那样子的想法呢 我怎么会那样子的 像一个无知的野兽 无知的牲畜一样 在上帝面前觉得自己 没有被上帝眷顾呢 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讲到 神现在看起来对以色列不好 但是实在是很好的 第二个时代 是他觉得我过去的追求 算了 这是讲到我 但第三个时代呢 是讲到 那些恶人 他们好像看起来 似乎是得到平安 但其实最后 真正的是不好 只是讲到 他们 这边讲到 在你面前 也就是上帝同在的意思 好像亚伯拉罕 在《创始地》第十九章 二十七节那边讲到 他来到上帝 从前跟他同在的地方 他在上帝的面前 就看见 蜀多玛 俄摩拉 就被火焚烧 那个罪恶的城市 在上帝还没有 适应审判的时候 似乎里面 是很多的繁荣 有许多的欢乐 但是有一天 上帝从天上 降下火来 就灭掉了 这个罪恶之城 亚伯拉罕 在上帝的面前 就看到他们的结局 当我有上帝 在一起的时候 我看见 好像是一个很笨的 一个牲畜 好像约伯记里面的 河马一样 但是现在上帝呢 就让我看到 这世界最后的结局 是如何 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 我们看到 他的生活 是不是变好了呢 不一定 恶人是否已经得到恶报了呢 不一定 但是 在得到上帝给他的 确据的时候 他就可以向上帝 来发出 颂赞跟祷告 所以在这边 有一个我们最喜欢的 想到 除你以外 在天上 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 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 和我的心肠 衰残 但上帝 却是我 永远的福分 直到永远 他就被接到 上帝的里边 接到上帝的 荣耀当中 我们人生在世 有许多的不平 但是当我们 读完这篇诗篇 我们再回到 他的第一节来 神实在恩待 以色列 那些清新的人 愿我们都做一个 真正清新的人 得到上帝的恩惠 谢谢大家 来吧 让我们 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 神的天 他必须将帝的地道 跟我们 我们的心肠 的路 因为是为了 福与喜爱 耶和华的 愿意 比耶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